这在烦死了 好了啊 阿玛里对王者回来 我其实蛮希望阿玛里赢了 赢了之后再去打一场 再去打一场狗哥 对吧 那这两个人谁逐渐都有可能 烈斯特的话 安安心心扶兵义去吧 虽然是DP的选手 但是 总感觉 扶兵义可能是最适合他的 最重要的他去扶兵义了之后 对吧 皮修还有韭菜就可以少一个负担 这周我顺便告诉大家一声 这周的战队赛 Zest Duck 还有Rogue 全部上场 直接已经把QR排除掉了 对阵我已经看过了 不过 看不看对阵都无所谓 这三个人上了 就是稳赢版的局面 直接去搞二框 二框这边没有什么机会 直接开三框 这个位置但开在这个位置很有可能 会爬女王 虽然说这个地图不太适合爬女王 但对阿玛尼来说 他基本上就赢Z的比赛 大多数都是选择这种一波的战术 就一波战术比较多一点 我肯定不能上的 这是战队联赛好吗 很正经的一个比赛 不是搞笑的比赛 我怎么上 我现在就没实力 对不对吗 你以为是 我想坐在你们电脑前 给你们你们吹逼解说吗 老子也想当选手上去打的好不好 当选手跟当解说完全是两个概念 当选手多爽我靠 我现在不是没实力吗 妈上不了好不好 狗树没有停啊 提得很快这个狗树 两女王开 房子飞毁 他已经默认对面是一个VS开了 说明阿玛尼在对Z的这个了解上还是比较了解的 Z的确在PVC的比赛中大多数都会选择两VS开局 打弱队 不战队赛你妈的能够上场的选手都比我强 我上个毛 对不对吗 这有什么好上的 而且我上去稳定就输 0-2 有什么好上的 有狗问题不大 就这个时间点报10条狗 这个10条狗就是压三框的 这个战术跟阿玛尼在第一场打却夫第一盘的战术是一模一样 因为你三分五十秒就会开下基地 如果是两VS的话 报的也不多 一共就12条狗 反正你敢开三框我就敢跟你干 就三分五十秒 这时候可以去了 时间也刚刚好 但并没有开三框阿玛尼这个狗 不过报也就报了 无所谓了 他本来也想好 如果你没有开三框 我就自然回去运营的 而且你没有开三框 就说明你没有两VS开 那对于虫族来说 心态上会稍微好一点 直接切二框又要被烧 那很难防啊 阿玛尼这个防守的功力真的不强 我靠 直接是要出航母 那这个战术就是传说中的两航母过来骚扰 阿玛尼完全被骗了 完全被骗了 这个 这个时间点就出来 第一时间出来的这两个航母 可以直接去重组的家里面 重组很难守 因为我也中过这个战术 你妈个机器的一逼 他就在那边 就那个地方我又打不到他的航母 然后他就在小飞机在搞我 然后号来号去 然后妈别人就正面一拨过来了 老子还在跟他航母在纠缠 你看阿玛尼所有的运营运营就知道 他已经默认你是走地面的了 你没有对抗呢 你村女王什么都没有 我怎么可能打得过薄熙瓦尔 你们在想什么呢 你妈薄熙瓦尔来 如果说他如果是个中国人的话 他就是中国第二人主 他比什么Coffee鸟格强多了 薄熙瓦尔 进来看一眼看到航母 妈个机看到航母就爱女王呀 这时候龙塔已经下去了 只能爱女王 这真的烦得一逼这种 不过这个龙塔的时间还挺早的 女王也挺多 两个航母应该打不进 这小飞机打女王其实还挺猛的 诶 蟑螂 也没什么用 也没什么用 但是能照点农民 这不会很多啊 蟑螂 航母过来救 就肯定能救下来 只是说农民的话可能会死很多 毕竟蟑螂很硬啊 你这个 哇 那么多农民啊 二十来个了 妈 你这波烧完之后 直接龙塔好了 直接按一波腐化 继续穿 妈 王者回来不会翻车了吧 二十二个农民 还在杀 我靠 反正现在就狂按腐化 什么都不要想 妈 有钱就把 有钱有计把腐化按到底 然后等着 Rate过来 再过来搞你 搞你的时候 你女王腐化一起上 如果不搞你 那你就开四框开五框 就这样开 Rate现在这个局面 不是那么好打 主要那波农民是被杀的 有点太伤了 粪坑流是粪坑流 Rate不太会打 看到腐化 那Rate也不会出门了 那大家就猥琐呗 打大欧七倍没办法了 我现在也出不了门 对吧 Rate如果对自己后期能力 有自信的话 那对现在这个局面 它是完全是一个优势 Rate只能现在为所防守 开四框 慢慢打 现在对于Armani的问题是 它又既要兼顾天空 也要兼顾地面 这是一个虫无助选手 在对抗这个两VS的时候 非常难 难解决的事情 因为很多时候 你可能天空打过了 你天上爆了很多腐化 但你地面打不过 但当然这个东西 如果是到了三本之后 那如果你变大龙了之后 那大龙地面是肯定能扛得住的 但是如果你大龙都变出来 那这个场面肯定是要打一个 就是一个超级的大后期了 一般这种 就如果是黄哥这种重组的话 三本好了 什么都不要想 妈的先把牛放下 牛塔放下之后 至少保证自己地面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天上的腐化 就看 再来看你这个天上的这个数量 天空的数量 然后再出腐化 出飞蛇 Armani是靠狗蟑螂狗 哎呦 这个没有 没有那个 没有飞蛇感觉打不过啊 这个 四个白球 你地面够不够啊 妈你啊 他妈地面够不够啊 我靠 飞蛇很关键哦 这个时候飞蛇 防空也很多 雷特觉得这边不能打 往下绕 继续军军弹 不要着急 哎 被截了 雷特这个兵 脱截了 我靠 但现在其实天空不是关键 关键地面 天空就一些航母一些这个虚空地面有点猛地面 这一波要打 我来了 就是你如果 你如果没有 你如果没有这个大龙的话 你的地面是有点难挡的 不是那么好挡 Armani输了呀 家里面再被穿 Armani 哎抱说 这还抱说 地面他把四况打了还抱说 分几个插曲打 他在防空下不去 尴尬了 感觉Armani要被一个捅死啊 这个局面最重要 哎不过他误的还可以 他误的还可以 再砸 误的还可以 误的还可以 看地面能不能躺住了 刷叉了 我觉得已经 地面有可能被打穿的 不是这几个白球 你妈真的猛 我傻了 打穿了感觉 穿了穿了穿了 Armani输 这个输了Armani 把这种就是从属经典的释法 你妈打赢了天空 然后地面打 打不过 不这个 说实话 我现在发现了 Dark这个理解 绝必是很先进的 他是有点先进 Dark这个理解 Dark在这个时间点 是不会转腐化的 因为腐化没用 只有在确认对方 最后地面 没有那么厚的情况下 才会去转腐化 那其实这个局面 其实神族真正猛的是地面 而不是天空 我靠 这没了 已经没了 Armani还有51个农民 还有51个农民 51个农民 干嘛 就掉了一片矿 51个农民不够他报兵吗 还可以报的 Rest四矿掉了 主力全倒 Armani还有51个农民 Rest好像把自己A死了 Rest我看看 把自己A死了 Rest没有看到这边矿 看到了 现在 看到的时候 你妈举话都紧了 Rest本来以为自己优势 然后看着这片矿是蛮彩 人都傻了 正面打赢都觉得赢赢了 对 当时他以为自己赢了 把自己兵全送在这个位置了 他分点兵上去把这片矿拆了 他就赢了 结果他在路口全送 当然 现在Armani是很乐于看到Rest开四矿的 他开四矿的话 就等于给了自己一个时间运 我也开五方呗 对吧 嗯 我开回来 但是我说实话 Armani这个冰农组合有点蠢 但是使用呢 现在 他如果是牛狗的话 现在不用转 现在就蟑螂火蟑螂带狗 现在已经没有 他们转无可转了 他没法转了 大克那套理解是这样的 我跟大家说 他是从理解 他在中期的时候 他是会把防空插满 然后出感染虫 出飞蛇 双喷 不是双喷 出感染虫 出飞蛇 出女皇 然后出防空 他是去扩张 扩张出自己的武矿 然后扩张出武矿 然后把攻防身满 然后一次性转腐化 因为腐化没有攻防 好像打天空也没啥用 黄哥 我觉得这个局面 Armani还是要输 Armani 不守呢 还有还有那个虚空呢 闪电也可以打 火炸了很多 点防空是对的 虚空其实也不多 还好拉一个过来漂亮 可以再拉一个白球 还砸到了 漂亮 闪电其实现在威力并不是那么大 但是呢他可以顶上去 如果冲上来的话 闪电还有威力的 火又砸到了 这基本上电其实还可以 风路和风的还不错 火蟑螂按多了感觉有点 现在蟑螂有点少 地面有点薄 这个电 它地面有点薄 漂亮 没了 火蟑螂太多了 然后蟑螂有点少 太薄了 我跟你说Armani还是要数 Rex觉得赢得有点惊喜 说实话 刚才这个送的太多了 就我还觉得腐化 现在真的不能转那个 不能转太早 反正别人 是要确保自己地面 就他对空反正就是用 感染从那雾加防空加女王来守 然后地面一定要躺得过 然后你如果说你正面真的 你天空很多 然后我压力很大的话 我雾放了之后 然后我的牛狗就去换家 对 然后你肯定要就这样 你最后是冲不下来的 我女皇 对 女皇带防空 我放了黄雾 你是绝对冲不下来的 你天空 现在大客的一套理解 就是把后期再往后拖 然后让同族的攻防经济先起来 然后再跟你打 但他这个后期要求就特别高 特别是操作上面 要求太高了 看这把啊 嗯 C组的小组第一是谁来着 是肉鸽对吧 妈的这两个谁上去肉鸽都笑惜了 什么东西 妈的还有狗鸽 你妈你把狗鸽忘了是不是 再加上狗鸽上去 肉鸽都很开心 是的呀 Z的可能难打一点 其他两个上去 妈肉鸽就是草鸽 看Z的这番怎么打吧 估计还要用双VS啊 但实际上我觉得阿玛尼打双VS打得还不错的 Z好像每一把都是双VS 双VS这个体系本来就是他最后是他完善的呀 对 所有的细节都是他完善的 Z的绝对是体系创造者 神族的领军人 搞一下表情采矿 搞呀 阿玛尼的打双VS他有个细节 就是他他在三分四十五秒左右会出十二条狗 然后知道你三框 你如果说你是双VS的话 你三分五十秒下来看框 他就确认你是三 那个确认你是双VS 如果你不下来开框 他会默认你不是双VS 他是这么打的 他是按照开框的时间来打的 然后他前期对于房子很保护 他宁愿那个不看 他他差不多时间就走了 总体来说 阿玛尼的这种打法 就判断双VS这种打法 简称就是瞎子摸像 他摸到一只是一只 我靠 他肯定有自己细节的 你这个 他也不是傻子 他怎么可能去摸 他肯定有细节的 就在某个时间点他看到什么东西 大概就猜得到你什么什么 好嘞可以报 这个时候应该报狗了 什么科技 我觉得阿玛尼这个时候 差不多要报狗了 反正12条狗 他也不会多 哎不报了吗这盘 报运营的呀 妈别为什么一定要报狗吗 狗速提到很早啊 全停起 两个试图往外飞吗 刚好八条狗一报 很了解REST 真心很了解 过来就八条狗就折给他包了 十条狗 他对这个十二条狗啊 就十二条狗啊 就十二条狗有必要的 真的有必要 刚好你过来就给你包了 你看他现在去了 三分五十秒 刚好到你三框 一模一样 时间一分一秒都不会落下 算好的 对算好的 他就是靠这个战术来 这这一招来看你到底是不是两vs 对啊 是有细节的呀 有是有细节 没有错的呀 你看你这时候刚好开矿吧 刚好开不下去 对啊 那我就判断你双vs 那我就按照双vs的打法来打你 对不对吗 有道理的还是 说不定还能压退一次矿的运气好 他这为什么这狗这么送啊 算了呀 算了 别人说的好 但这盘并没有双vs啊 他怎么判断得了呢 他是看没有虚空才判断 就是不是双vs吧 我觉得 但好像他判断成双vs了 他肯定判断 因为三分五十秒这个时间点 你下一开矿 大多数的从事都会判断双vs嘛 那就说明阿玛你的开矿很蠢是吧 就我跟你说瞎子摸像呀 你妈一公走下去了 哎你想我 就别人稍微变一变他就没了 我就看他三盘这一批 我就知道他的这个套路了 不是他真判断错了呀 他你妈这么开 别人公诉使徒打一拳 哎呀这个 公诉使徒打一拳的 有独暴 看他会不会变几个独暴背着 对吧 这个 变独暴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肯定是 但是呢狗肯定是不够的 我觉得 觉得他的狗 对吧 他这样被这样搞着 他狗肯定不够 他要按农民 按了之后他就 他这个防这波 公诉使徒这波很难防 他又按了16条狗有危机感 他刚才应该是前面跑的时候 是不是多看到了一些使徒 妈的这波使徒不是16条狗就能解决的 这个必须要有独暴 你没有独暴你没了 变了现在我在迪拜混不好的一个飞机 感谢兄弟 感谢兄弟啊 看到了已经 就是说按六个独暴 应该说能防住的 要看 按道理来说应该是防得住的 这可能要飘 这样飘那那可以防住了 但狗有点少啊 散你妈的现在不带散机枪还散使徒是吧 散使徒不是很早 就进去了 这进去了 没有堵住了堵住了 堵住没让他飘进去 细节还不错 但阿玛尼现在很烦啊 不飞 上面点你基地就好了 直接走 也行吧也行吧 这个局面阿玛尼肯定在运营上亏 是肯定是大亏 但至少现在没死 还有一条命战 这次又补了六个兵营 VR下去了 看这次走什么科技 阿玛尼就是通过前期的狗压制 就是一次压制两次压制 然后确认你的科技 然后再做应对 再来飘一下 再来飘一下 飘到也就这样呀 再再飘出去啊 那你这个 我好这么那么狠啊 这直接马里已经刷脸上了 卖过了吧 但是好像立场放得很好 他这样双脸打嘛 你好像是没什么办法 我妈的 哎这个立场 就被立场秀死了 哇靠 这上面撞到这几个使徒有啥用啊 你下面怎么办 上面不是 你独暴就能解决了 那么多的锥链 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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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没了 没了你狗也不够了 他再刷一波 冰你就没了没了 samma dir 点能接点能接点能接 点能接 Kent能接加出来 漂亮 再刷出来了啊 死了啊 妈 那怎么办嘛 漂亮也没用进驾出来 哎这锥链可以卖了 绥链卖了 他起来下面打打的 我的天他为什么要漂嘛 哎不不三十五内 二十九三十个能力没了 那也是 杀疯了已经 阿玛尼这个压制侦侦查的好像不是很靠谱 这你妈 哭了吗阿玛尼 没那么好哭的 这个是实力不及 对 他而且怎么说呢 阿玛尼其实已经比上一个赛季好一点了 上个赛季他是三次级SLS级24强 这个赛季至少你妈个机进了个16强 也算跨了一步 别人也是进过4强的好不好 那是嘛 干的就是S的这个4强 但问题现在干不了了呀阿玛尼 超级大 默默的收拾装备回家了 感谢球老现在我在迪拜混不好的一个飞机 感谢兄弟 感谢兄弟啊